航空業的第二代 拿下美國世界小丑金牌的林家巧 因為疫情取消近百場的演出 將近半年沒有收入 還好她轉往到校內表演 才能夠支撐基本的生活開銷 看似樂觀的她 其實過去曾是航空業的千金 靠自己闖出了一片天 用鼻子吹起氣球 雙手轉一轉 文字就完成了 她是36歲的林家巧 也是世界小丑協會的金牌冠軍 台下小票還身雷動 從小白兔 吳偉胸都難不倒她 林家巧以前可是瑞典航空的千金 後來企業經營不善 必須自己賺起學費 在大二那年當起街頭藝人 直覺的反應就覺得需要 就是家裡需要我 而且我不能依靠家裡面 所以我就是需要自己支撐自己 就是現在的我想起來不可思議 她說就是以前我們的 就是有員工要 然後就是結婚 公司可以出50台冰式去當她的離車 拿起刷具畫出 討喜的小丑妝容 每年街海外演出 月收錄大約有8萬塊 只是這場疫情讓她半年來 將近百場的表演全部喊咖 收錄直接歸零 所有打來都是要取消 然後要延期 那那個延期就是她絕對不會只有演一次 就是她兩個月以後又再跟你演一次的時候 其實你會很擔心就是 你的團員 你的房租 這場疫情劇團已經虧損了300萬元 身為團長的她還得背負這10個團員的薪水 有人真的去送外賣了 那時候其實會覺得很心疼他們 然後我也不是就是沒有考慮過要做一樣的事情 於是林家橋把眼光轉往校內的倒撲表演 彌補業績2到3成 好像是憂鬱症要發作那種感覺 可是當我在接觸這些小朋友或進入校野的時候 其實他們給我的鼓勵是很大的 用橋手折出氣球 儘管歷經不少的波折 林家橋也折出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東森財經新聞需要主劉子騰 台北採訪報導